大家好,我是光丹 今天我们继续游法国 我们今天去是Pays-la-Loire 这是在法国布里坦尼的南边的一个区 这个区最大的城市就是南特 南特,对我是比较重要 因为我父母我哥哥都住在那边了 那南特这个城市就是一个历史特别长的一个城市 你去那边有一个城堡叫Château des Ducs de Bretagne 就是布里坦尼王布里坦尼的过往的那个城堡 是13个世纪剪出来的就很漂亮的一个城堡 那法国有一个著名的作家叫Jules Verne 也是南特的一个人 然后他们他不是写了那个海地两万里就很著名的一本书 然后他们在南特就从这一本书得到了一些启发点 然后做了一个机器公园呢 很漂亮的一个地方叫Le Machines de Lille 没有机会可以去 很好玩的 就是像一个有点古代的娱乐园做的一些很大的机器 然后我上次过去的就正好是有中国送给南特一角龙 也是机器做的一角龙很漂亮的 那除了这些这个区还有很多就游客可以玩的东西 比如说Sabdollin还有La Bolle就是欧洲最大的海滩 还有那个Le Mans的24小时奶力塞都是比较著名的 那他们那边还有一个很著名的产品就是Celle de Guerande Guerande就是一个区在南边他们就是做海盐 特别特别著名的 就那个盐质花这些都是来自那边的 他们那边的烹饪风格是比较难定的 因为他们如果你往北那它就是那个陆瓦尔赫 所以都是很多淡水鱼这种鹤鹤的鹤鲜 如果你往南边呢就在海边 所以有很多夜深的一些鱼什么朵鲍鱼啊 夏各种各样的海鲜 然后如果你在当中呢就是奶制品比较多 还有青类和肉类的牛肉这样的 那他们那边也生产黄油生产的比较多 所以有蛮多特色菜就是跟黄油有关系的 比如说 beurre blanc, beurre blanc nanté 就是南特的白色黄油 所以就是一个酱用白葡萄酒,小甘葱和很多黄油去做 这个酱一般是会搭配一些海鲜或者鹤鲜都可以的 比较有名的 另外一个南特的特色叫 petit beurre 就是一个小饼干的也是黄油比较多 就是所有的法国人呢长大的时候就吃的比较多 还有那边的布里欧秀棉包 所以黄油面包也是很著名的 那他们那边也有一个特色菜叫 rillette du monde 就是一个慢炖的猪肉 然后就把它寿司 然后就跟猪油拌在一起 竹菜面包也很好吃的 还有那边的土豆也很著名的 bem de terre de noir moutier 就是一些小土豆有一点镇子风味 风味特别特别好的 配他们那边的黄油还有胭脂花完美的 那边的酒就是 muscadet比较著名的 就是一个性价比比较好的一个酒 酒不是很贵 但是配一配海鲜就不错了 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 谢谢你们拜拜 拜拜